大家好小鱼 和我有段时间了 然后呢 从今天开始鱼儿就要出去摆摊了 因为大家知道都马上要过这个端午节了嘛 在我们这面过端午节呀 有就是在门前呀 在窗户上自己家挂葫芦呀什么的这种习俗 然后呢今年呢 鱼儿也是弄点这个纸葫芦啊 塑料的葫芦啊 还有这个五彩绳啊啥的 准备呢 就是赚点小钱啊 要去摆摊上夜市摆摊 我的这个车呢就派长用场了 今天就要开面包车出发了啊 一会咱们把车开走 然后去拉货 拉完货咱们就上夜市去把摊摆上 以后就从今天开始到端午节结束 鱼儿可能要摆长达十天的地摊了 我姑家了开始装货 哎呀妈今天咋这么热呢 最热的一天了这应该是 嘎嘎的 我姑都把货搬过来了啊 我姑姑两个人啊 把这些葫芦都装上了 在这儿上 装了一车 这还是一小部分 还有了 等到出三出四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出早事 就把我这车座的先暂时卸下来 然后还能装更多 别说这小面包还有用武之地的 我已经全面武装上了啊 别把我晒坏了 晒黑了 货装完了 然后现在呢 我是开车去夜市 去夜市把这些货什么都上架摆上 摆上之后就可以开卖了 捞钱小能手上线了啊 不错过能挣的每一分钱 一个挣一毛钱我也干 咱们积少成多是不是 为了生活 努力加油 到了 然后就正在门口这块 就这个位置 大概吧 就这一圈 就是我的摊位啊 来会儿搬了两趟给我累懵了 上下边不知道谁家的小推车 烙了一个 然后把它跺上来 这样还能快点 都搬下来了啊 这车我说给了很大的力啊 要把他搬这点玩意 挺沉啊这玩意儿 一会儿把货摆上就行了 然后把车给人还回去 这些是五彩绳 瘦绳 哎呀好看 看香包 还有下面 有多孩子喜欢的 那真香这些香包 开始吃葫芦啊 开始吃摊 我这么一看呀 我们这是个大工程啊 你看看 叠起来这些葫芦啊 还没全弄出来 葫芦 苹果啊 我们这五月节就新这些玩意儿 看看 多新鲜 多喜庆 刚才都已经开湖了 很开心啊 现在我们要继续工作 这一下午啊 都忙忙完 这三个大架子得挂满 很有意思啊 干着干着活 旁边那个摊位干起来了 在这里面 你能看见各种各样的 那个啥 人生百态啊 玩儿过去全架去了啊 过起了 受不了了 吵得嗷嗷的 这回差不多全挂出来了啊 看 各种各样的 琳琅满目的 谢谢 后面 整个这一块都是我的摊位 这个包粽子的那个绳 什么草 也不是说交不上来 我奶奶种的 一块钱一滚 帮我奶奶卖 哈哈 生衣还是可以的啊 已经卖了好多个手串了 刚才又卖了几个啊 然后我现在成模特了 看着没有 蛮手不合带着 玩儿姑说了 你带哪个哪个就卖 哈哈 夸夸带 这晚上带着真好看 四点多了啊 还没到上人的时候 再过半个多小时吧 五点来钟 人就多了 我们这个夜市呢 是六点半左右 七点半 然后就收摊了 夜市夜市 但是不会到很晚 只有下边那些烧烤呢 会晚一些 像这些摊位 基本上到是七点吧 就已经全部都收完了 看看后面 琳琅满目的葫芦 化身葫芦娃 马上要六点了 然后我们准备收摊了 今天一共卖了 好像还不到一百块钱 还是不到时候 太早了 但是呢 也要先挂上开始卖 现在呢 要收摊了 刚直起来 就要收起来 没办法 都得把它摘下来 然后收一收 要不然在这儿 就都包买它了 每天的工作 现在就是这样 今天刚开始 咱们慢慢来 费着了